由我们战友整理的大直播的问题汇总 由顽童哈雷文人整理的问题汇总 这几个问题 只有四个问题 后面七个问题 我连一眼都没看 刚打出来 第一 近日中共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称 恢复核酸可以封控 请七哥解读一下中共的这个信息 我早就说过 松松放放放松松 封控是政治需要 放开是政治需要 封封控控是习近平习家党的需要 跟你之间治病防病没淡的关系 因为你就是奴隶 就是背来这几个家族 习近平习家军这么用的 头两天有人说 啊丁薛祥死了 丁薛祥被抓了 你看啊 丁薛祥啊 江泽民过去是死了多少回了 是吧 然而这个常委没出现了 你去看看海外媒体 除了爆料革命 所有的媒体全是共产党的大外宣 天天放这个明星啦 那个明星啦 净假视频 但是你见过哪一家真正的海外媒体 告诉过你真相共产党想干啥 为什么这么干 一个没有过 就中国人14亿人 在全地球上 能讲真话 有本事讲真话 只有咱新中国联邦 不是我们很伟大 是中国人很悲哀 就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悲哀到什么程度 还多少天 我说了吧 共产党内部已经说你几十年了 一百年了 就中国人死爹死妈 地震死人 叫大难兴邦 他从来没问我 兴的你哪个邦 兴的是共产党的匪邦 黑邦 中国地震那么多年 唐山地震 文川地震 你们家是猪肥了 人胖了 房子大了 孩子上学不要钱了 要点脸吧 是吧 还相信 中国只要人家死 我家就信我家了 信我家的帮 东北赵家沟 洪基岭 我老家西朝营 那地方只比过去 更穷 从来没更好 看着有点拖拉机 有点汽车 他没想过 你吃的饭都是化学的 还不如以前的 到处是癌症 怎么回事啊 这才几星期啊 是吧 郑州的水灾 你还记得吗 大发达水 你还记得吗 武汉死到天空中 都已经是烧人烧到了天 人家外国人在天空的看到 到处是硫磺 红都出来了 你还记得吗 极端清立戈灵 死多少人 你还记得吗 然后 你还记得新疆 烧死那一楼的人吗 这中国尸体到处烧 这几天已经麻木了 晒烧多少人 已经麻木了 狗撕人 狗吃人 还是人吃人 中国人迅速的适应 迅速的忘记 这就是中国人 他不仅在中国会这样 凡是贫穷的地方 落后的地方 愚昧的地方都这样 他没有神 他也不信任何神 他也不相信任何人 他只要活着 能吃 有男人 有女人 就够了 这就叫 处奴的社会 我从来不希望 谁相信我 谁不相信我 谁喜欢 不喜欢 你爱听不听 是吧 可以封不封空 那是人家习近平 习家军的权利 第二 美众议院 十日成立了 联邦政府武器化 问题特别小组 该小组要求 白宫提供电子邮件 备忘录 大型科技公司的 通信副本 并将对美国 司法部和FBI 展开调查 请问七哥 美国司法部 FBI背后的黑手 普恒律师 律所 律所 善伟建等 会有什么下场 针对七哥 科技法律 穿越南会在什么时间终止 终止时间 明年 2024年 大选前 只要不到大选 结束 咱的事就不会结束 善伟建 还有报假案的 那什么 没毛的痘痘啦 什么路大脑袋 舌烟员 九指腰 还有现在出来的 龚竹啦 还有那 这帮孙子报假案 还有那 SEC的 对我们的这个 违法 利用假证调查啦 什么南区法院 检察院 对我们的这个 虚假的调查啦 甚至利用这个事情 调查打击报复了 包括海根巴森 是吧 斯蒂芬问 艾利波伊迪啦 和对战友那个 尼奥森 在路上级尼奥森 尼奥森那个国土安全部啦 对小妹啦 对小李的威胁啦 FBI的这种上门的威胁啦 都会查得清楚 善伟建全家一定进监狱 他没有选择的 我知道善伟建是哪来的 我知道他干了啥 我知道他有多少钱 所有的太平联盟一定会破产 谁勾选的我这个破产的官司 一定都会被抓起来 如果美国不把这事查清楚 他永远不可能安全美国 因为对付我和对付新中国联邦的 所有的人 是美国白宫 美国司法部 美国检察院 美国法院 和美国川斯蒂办公室 全部是造假引用假数据 而且背后是穷凶极恶的腐败和黑社会手段 像那个陆克 王八蛋竟然敲诈我2.5亿美元 根本这个案子开始叫善伟建 告我提交的案卷中已经表明了 已经全部还完了 就这样 在南区法院 我同样告UBS 同样的案子不给我立 说没有管辖权 但是三伟建告我 却给立了案子 然后不让我使用陪审团 然后不让我提供任何有利证据 然后 之后大家看到了 就开始直接罚款1亿多 从一个没有的3000万 不存在的3000万 不让我举证 不让陪审团简易判决 3000万变成1亿多 然后再用传的事情 再给罚你1亿多 3亿来了 完全充空3亿多 所以这几天美国的议员和美国的各方面都在问 这3亿多就在美国发生了吗 就这么发生了吗 我说这个3亿多还没完呢 你们那个陆克又要2.5亿了 现在是5.5亿了 然后让我asdreamly painful 绝对不会有完的 就像那天我告诉的那个陆克一样 你除了你把我抓了 你把我杀了 否则老子一定会把你干掉 让你进监狱 听他们这么吹狼蛋 这帮孙子啊 还得看陆克傻叉 他以为他自己是个多大的蛋子呢 是吧 他拿了黑钱 他敲诈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 他只会碰到郭文贵了 他就会知道 他一生做的恶 他都要还会 都要得到报应 我早就说过 所以上次我在法庭作证的时候 他让问我 是你跟火来山姆飞飞直播中 你说国会会调查 那意思让法官听听 你看这小吹狼蛋 是吧 威胁我 我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我再让他放一遍 我就让他听 我一点都不累 十几个小时 咋的 这就是我说的 美国司法部FBI 跟共产党合作的人 还有办假案 司法武器人不被抓了 美国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美国这两年 最大的灾难就是什么 美元参与俄罗斯制裁 把美元彻底的 在全世界成为武器化 造成了对美元的恐惧 这是美国致命的灾难 第二 美国内部 正两党政治斗争 把司法部 FBI 给武器 包括法院武器化 特别是要加上一条 人家的两大条 就是把美国 新中国联邦 创始人郭文贵和战友们 没有按照一个 美国的价值观 来面对成一个 实际的政治群体 而跟共产党勾兑 对我们进行武器化的法院 和司法 和所谓的律师事务所 对我们进行打击 包括主流媒体 不用召集兄弟姐妹们 我们从不求任何人 如果他们不帮我们 他们不跟我们站在一起 他们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他付出代价是生死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 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美国想活下去 想安全 他必须查清楚 我们这一切事情 你觉得南区法院 和康州法院 哪个是公平的 你觉得美国人都是傻子吗 山伟健 迈奥曼尼 斯多尔 陆克 过去那个被干掉的 艾茂 哪那么简单 马云吃饱撑的 去找一个 我过去的保镖公司 要给两千万美元 不过做保镖 FBI给我见了那么多面 CIA啥事不行动 那背后故事那么简单吗 我的政治庇护 我们这一堆人 按美国法律 只要一条 你由于要回到你的国家 会受到威胁 只要你证明了 他必须给你正庇 如果不给你正庇 他就是错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 还有洛杉矶的尼尔森 还有美国的移民局 就不给发正庇 还能正常吗 是吧 跟七个爆料革命的战友 百分之百申请 都已经给批了 两个月三个月 是吧 我不批 但是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一直在灭共 其他都是小事 美国人要不要安全 他自己定去 第三 美国和中共的战略竞争 特色委员会 主席加拉格尔表示 必须把中共和中国 及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中共是全世界的自由之地 请七哥分析一下 这段话里面 包含重大意义 那百分之百 听七哥爆料革命的 长期的支持者 而且美国和欧洲 这次很清楚 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拥有一个 像新中国联邦宣言 这样的一个政治群体 来领导中国 我们没有兴趣 这是肯定的 四 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 特色委员会 例子当年 导致前苏联解体的 美国外交特别委员会 请问七哥 如果美国开始对中共 实施科技制裁 经济制裁 冻结中共及其官员 下属的海外资产 开始作员 中共将会如何应对 打台湾 打中国老百姓 杀更多的人 中国共产党就是 是吧 在外面倒霉了 回来打自己的孩子 在外面被人家 欺负了打自己的老婆 这就是咱们小时候 咱长出来 那种窝囊的男人 就是这个德行 坏男人 没钱了打孩子 在外面受了气 打自己老婆 这就共产党 然后打台湾 是吧 啥招没有 然后就被弄死 拉球岛 一定会弄死 这个美国前苏联特别委员会 大家仔细看看 美国前苏联特别委员会里边千万记住 当时最重要的成立推动者是美国的基督教 是最关键的 然后是美国的 CIA情报委员会 安全 金融 这一回 美国可不是 美国这一次的包含了一个 是吧 人类的 灭亡的 生物科技 医疗 军事武器化的 这种生物专家 包括美国藏着 美国有 美国在几十年以前都有互联网 美国现在有 人类上完全你不知道的 比互联网还牛更多的通行措施和技术 美国有超过你想象的 比核武器还厉害的 更高端的武器 这叫美国的秘密 美国的秘密力量 全面参与这次 加入这个特别委员会 绝对对中共 我说实在话 我认为 共产党 他会光速一般的被消灭 大家不用着急 这是已经定局的 你知哪一天一醒来 共产党已经没了 现在消灭共产党特别容易 就消灭中南坑那帮 几个老杂毛就完了嘛 9300万党员都是好人 该干啥干啥去 是吧 把秦城人都放出去 把监狱全都打开门回家 9300万党员全部就地 大家站立30秒 发誓再也不去 干这些伤心 伤天害理的事情 永远放弃共产党 完了 中国该死的 不超过100个人 中国14亿奴隶 就得到了解放 然后外国人说 那中国怎么办呢 谁来领导 我说你吃的什么 吃不饱撑的你 中国五六千年的历史 咋过来的 没有共产党 中国人还不是过来了吗 中国人谁管 都比共产党管好 是吧 反正我们新中国联邦 不会管 我们但是永远会成为 影响中国 整个政治进程 最关键的力量 如果你不让 一人一票的选举 你不要中国拥有一个公平的 适合中国的法治 和在法治监督下的 民主自由信仰自由的制度 以人为天 把人性 人的关系 人的生命 人的尊严 人的财富 特别私人财富 和人的未来 和人与大自然的 这种和谐相处 就像我们 郝海东兄弟 在联邦宣言里面宣布那一样 对猫狗都要充满了敬意 他也是生命 对吧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发生 那我们新中国联邦 来一个干掉你一个 那不信就走走看 这个世界上 外国人 唯一能相信的一个力量 就是新中国联邦 因为我们不会在中国 拿一分钱 没任何权利 名义 荣誉的要求 我们不是利益当事人 而且我们有这个实力 所以 共产党 一定会灭亡 美国 这次成立特别委员会 还有接下来 还有两个大的 特别经济委员会 都会成立 另外一个 我觉得随着美国的 这个司法的调查 挖出共产党的这种 卧底的话 你会超出想象的惨烈 大约在 太早了不可能 今年 六七月份 七八月份 会显现出来 在这之前都是炸火 六七月份 七八月份 不管前面多惨烈 都是炸火 六七月份 七八月份 八九月份 就快活起来了 到今年年底 金融状态 金融状态 别着急 这是天大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吧 干啥都着急 一着急 把着急当成效率 效率不叫着急 你没有质量 达不到目的 没有用的 不要一口就想吃胖子 好像明天就要发生一切事 那对你不是个好事 第五七哥 美国五角大楼撤销 周全又是什么 我说过 他一定会撤销的 新中国联邦人 你们记住 你们一直跟爆料革命 从2020年1月份 2019年的12月份 七哥跟你们说的 每次直播 都是人类上未来 最最伟大的财富 暴达上天 最好的办法 灭共 还有对身边的亲人 爹妈 老公 老婆 孩子 战友们好 任何一样 你忘了 你就会被受到惩罚 哎 美国五角大楼 哇 太晚了 太晚了 第六 七哥 您在十日的盖特中说 纽约来了一个类似耕地的梨和牛的大人物 美国国会已开始加班加点工作 五角大事 五角大事正在发生 七哥 您是否发问突然细节呢 我开玩笑 就是 这个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加班加点工作 五角大事正在发生 就是刚才所说的特别委员会呀 中国委员会呀 问题委员会呀 还有这个防这个 查这个司法部FBI武器化呀 和共产党渗透啊 接下来就是对这个 红杉资本啊 平安啊 还有这个 抖音啊 Zoom啊 你看这Zoom Zoom是最成功的 最成功的公关 都会被干掉 这几件大事啊 这都是爆料革命的礼物 我一年前说你们当我放屁 两年前说你当我胡扯 战友们 你们很现实的有时候 你们真的是 多少人知道这背后 咱爆料革命付出了多少经济的代价 金钱的代价 耐心的代价 多少人懂 大家知道当时苹果的这个事情 一个最好的例子 苹果曾经有个越南一的咱们的战友 在美国的APP工作 苹果公司 当时咱们的郭媒体 在APP上线 当时苹果说 由于受到中共的威胁 不允许给APP上线 这个主管的越南华裔战友说 他说的都是真话呀 他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事情啊 他是言论自由啊 所以说他就给咱上线了 后来他的高管为了讨好共产党 把他给撵出去了 开除了 后来他就在那个城子县 苹果总部所在地 第一次告了苹果 告了这个库克 这是他第一次被告上法庭 听说啊 听到听出说 听说苹果要给上亿的赔偿 人家都不干 就这几天 美国的各个方面 包括这个美国国会 都在跟我们联系 都来了解这个案子 破产案怎么回事 GTV怎么回事 SEC怎么回事 南极检察院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 包括现在司法部 在搞我们的案子 完全是违法的 他们把那个名字都给涂黑 就是他为啥告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很清楚告诉美国各方 美国司法部 美国FBI 美国国土安全部 和检察官 这是一个人和几个人 在控制的结果 而他们利用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法院 南极检察院 在对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有组织 有计划的进行 灭顶式的攻击 如果美国不查出来 那你就别查 试试看看下部攻击谁 对吧 你可以别查 SEC 你的证据来自什么地方 你得公开啊 在美国国会 待上200天抗议 国会山 就让SEC 公布所有的数据 如果你们赢不了 你把你七哥 放在SEC门口 国会门口 你把你七哥给生吃了 我有一句厌言 我是王八蛋 你们有这种吗 不允许暴力 不允许扰民 连个垃圾都不能流 一句假话不能说 就是要求 要SEC和司法部和纽约南区法院 检察院 公布所有的举报 所有的来源 和真假 结束了 结束了 我给今天负责任 告诉大家 他99%都是假的 和共产党拿枪皮了 写的 在美国 一个不自愿的 非公平下环境 做的证据 都不能证明自己有罪 这才有第五凶政案 战友们 你们的权益 几百亿的美金 就从你手里抢走了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今年 虎年尾 兔年来到的时候 新中国联邦是世界 全地球 唯一一个 有希望 有阳光 有财富 有成功 有激情 最最伟大的群体 所以说 今年的春节 将非常的精彩 哎呀 人呐 这个 不论多大 对中国的这个文化 你在中国文化成长 对家庭 对节日 对人之间的人情 和来往 特别是春节这样 有着不同的感受 春节味道 在我像在中国 那我们家 我爹我娘 那早就开始 已经开始准备过年的 吃的喝的了 在东北 年豆包 年饼子 酸菜 杀猪 是吧 冻菜 都开始准备了 山东老家 打红山 打红糕 年糕 蒸大馒头 都开始准备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天天就是 是吧 我小的时候放个鞭炮 弄个二体脚 是吧 要不然在坑里面的二体脚 在别人的狗屁股上绑几个炮 炮生天天就干这事了 每到春节的时候就很兴奋 到现在我还是很兴奋 没办法 就像我说的 我跟所有外国人说 我说我不想骗你 我也没那么伟大 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人 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人 我最希望是中国人好 所以我要灭共产党 我爱中国人 我希望中国人好 我必须想灭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是来自 俄罗斯外党 外贼 叫恩格斯马克斯列宁 我头两天 我真是做了一个清晰的梦 我在中国大地上 清除所有的 马克斯恩格斯列宁的像 到处烧啊 即使烧的时候 发现那个烧像上 很多蛇爬出来 然后我醒了 没有任何害怕 非常清晰 我说为什么我做这个梦呢 是我人生第一回做这个梦 就是那个当年小时候 去北京城 那个马克斯恩格斯列宁 毛泽东挂在那个天安门像上 是吧 那个时候他挂在这一排呢 是吧 大胡子这么长是吧 后来发现生活中 他根本不是那个德性 都是一些 都是疾病 都是画出来 都是假的 是吧 那时候我觉得 人家怎么长那样 是吧 后来发现没有我帅呢 是吧 现在 我就把这帮孙子们 一定在中国大地上 彻底的共产主义病毒 苏维埃共产主义病毒 彻底清除 凡是带共产主义这个字的 在中国大地上 都要被清洗 埋到坟里的东西 都应该给他深挖白尺 给他扔到大海里面去 把独裁 所有的独裁 所有的这些独裁 都应该把他们的坟 给他拒结起来 埋到阳改兰的坟前面去 叫他们跪拜阳改兰 终生叫他们跪着阳改兰这样的人 把那些杀害新疆同胞的人 应该在新疆建一个跪拜的墓 让他终生让他们跪拜 向新疆人们惭愧 在西藏 要建一个最高的山脉上 建一些那些杀害西藏的人 叫他们终生的惭愧 让苍天大地 让宇宙天穷的万神 看到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和平 你要想真的要七个爱中国人 你就必须和西方 文明世界 基督教 有宗教自由的国家 我说的是 没有宗教自由的一概不可以 像什么北朝鲜 巴基斯坦都不可以 必须爱人民的国家 宗教自由的国家 签立千年的和平协议 我们不会执政 但是我们一定会是一个最重要的 监督国家走向 法治 自由 民主 信仰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国体 谁也挡不住 还是那句话 你若不相信呢 咱们走着看 你若有本事 别北市贺船 兄弟姐妹们 让我和大家一起 为全世界八十亿的人类 十四亿新中国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祈福 让他们远离 共产主义的灾难 和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啊 七哥您看过美国选举后 曾经说过 未来我们中国人 如果有这样一天 有这样的选举 我们要的是 科技化宗教般的精神代表 而不是美国这种 传统的三权政治 请问七哥 未来新中国联邦 会有什么样的选举 和政治模式 我这刚才 我就是说这之前 我可真没看啊 大家知道 刚才已经时间 我就说了 天意啊 这一段啊 我告诉大家 现在AI时代了 AI时代选举是最重要的手段 而且把选举 选举的结果 和人民的意志 和权力的分配 AI化 科技化 追踪化 监督化 不知道能省多少人 一个未来的人类 如果他越透明 他越安全 我昨天给Niko 看七哥 Niko说呢 我Niko 你做的节目 你更深的研究 全人类 没有任何一个群体 像新中国联邦 如此透明 在3C 和大家 占有咱们之间 没有一分钱 一个事 一顿吃的 一件衣服 任何事 像我们那么透明的 透明了 你就不能浑水摸鱼 没有像我们 在这么尊重高科技的 只会 有了高科技 就会省下人力 你做假机会就少了 未来的 就灭了共产党以后 战友们 你会看到中国 会创造一个正道主义的国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国是从地狱里边 像火箭一边穿出去 因为中国人太勤劳 太聪明 太智慧 如果中国人 不能迎来那个世纪 就不应该让我郭文贵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让我活到今天 让我诞生 让我活到今天 让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 我就相信上天是有使命 我会把中国人带向一个 对全人类有最贡献的 最大的文明的贡献者 和平的创造者 智慧的创造者 这就是郭文贵和新中国联邦的使命 我遵循我的内心 我相信万福万神 让一切上天来做决定 美好的未来 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我不想给你们花大饼 绝对是比你现在想象的还要好 还要快 我们会拯救世界 会彻底拯救中国同胞 我们该在了 星期天见 我们下期见 一双粗糙的手 撑起我的生活 你沉默 依然面朝黄土 雪霸胡茶冻住 刻进我心中 八三年的夏天 你借我的喜悦 单车后座 我靠着你的背 那安全的感觉 那安全的感觉 就是我的天 而对你的想念 而对你的想念 一直那么强烈 多想回到从前 一双粗糙的心地 冷漠 懦弱 可怜 每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逃避闪躲 我的心很痛 八九六四那夜 你双眼的火焰 颤抖的你 却从不曾抱怨 传给我的勇敢 成就了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对你的想念 一直那么相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